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拍攝校園小短劇的Behind the scenes 那為什麼要拍攝Behind the scenes呢? 簡單來說就是優點我們就繼續保持 那缺點呢 我們讓它改進 讓未來的創作會更加分 那這次我是導演 攝影 燈光 剪輯 調光 跟陳寗 反正就是全包了啦 如果對這個小短劇有興趣的話 我會放在上方或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支持一下 那我在拍攝之前我只有看過劇本 其他 我們完全沒有討論任何事情 因為我們是學生嘛 我也沒有要求太多 反正我們就劇本 然後我們就直接到現場了 那在現場我其實要頭腦非常非常清楚 因為我要同時做這麼多事情 然後錄一下滑板的歌 我發青了 再拍你的臉 然後你可能有一個藍色的表情 然後我可能就是看他 或是這樣 然後吃麵 然後 對對對 然後就是在一個小劇場 他麵會沒了 主要就是你就 假裝你有在講 他們要動嗎 應該是要 可是你們可以敬驗一個動嗎 所以像是我們要拍敬畏啊 或者是我們要倒戲啊 我們要錄製什麼什麼的聲音 全部都要現場想清楚 而且我們是完全沒有前置作業的 所以就是現場要 隨性 靈機應變的概念 OK 那我們就從第一個缺點開始 就是我們導演呢 不能講一些不堅定的字詞 像是我們說 我們不確定啊 我不知道 之類的 這樣會不會太可以啊 我也不知道 這樣會讓現場亂七八糟 因為大家都聽你的 那你說你不知道 那現場是要怎麼樣 所以我們要堅定的 果斷做決定 然後 讓大家一起往同一個目標去執行 這我做導演需要繼續努力的部分 就是堅定 讓大家前往同一個目標 那第二個缺點呢 就是在導戲的時候 可能要再提醒一下演員說 我們在喊咖之前 我們要繼續的演下去 一定要報名 然後賺這一千五 哈囉 就是我們要自己即興發揮嘛 不能說 你在喊咖之前 他自己就泄氣了 這樣子剪輯就還蠻困難的 因為你在咖之前 其實你還有一些空間可以來剪輯 那如果你在咖之前 你就泄氣了 那其實剪輯就沒有任何的空間 可以去挑選一號的片段 所以這個 可能還要再注意一下 你在笑筋鑽 你在笑筋鑽 23L1走 第三個缺點呢 就是我在某一場 有一顆畫面 我想要讓它呈現一個 手持 有點晃動 有點像是 剛睡醒 然後頭腦還不清楚的狀況 所以我手持晃動 故意晃動很嚴重 但是我時間拿捏 可能沒有拿捏好 變成我們晃動晃太久 我看了整個都頭昏眼花 然後我們後製也完全沒有辦法救 所以我們之後可能手持 如果想要晃動的話 我們要時間分配要拿捏一下 變成我們不能一直瘋狂晃動 那這樣子觀眾其實也看不出來 你到底要拍攝什麼東西 因為全部都是動態模糊 然後亂七八糟這樣子 那第四個缺點呢 就是整部片我們只有在室內打光 那戶外的話 陰天 那我也沒有多餘的時間跟心力去打光 所以我們戶外 自然光陰天 效果也還不錯 那室內打光的話 我們最後一場 其實已經到了晚上了 那我想要打出太陽的效果 但是外面已經天黑了 所以就非常非常不自然 就是一個天黑 然後但是有陽光灑進來 奇怪的狀況 但是我就是想要陽光灑進來 所以我們就隨便亂來 未來時間安排的話 如果想要拍攝外面有陽光的狀態 我們盡可能把這些時間 挪到前面去拍攝 就是有陽光的時候來拍攝 雖然天黑了 你也是可以打出日系的感覺 但是你外面這麼大的範圍 你要怎麼去打燈 你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燈 非常大的成本 你才可以去執行 那沒有成本 你就只能在白天拍攝 這就是之後 可能要考量一下時間安排的部分 那室內的話 就可以隨時拍攝 中間穿插 或者是放到最後都OK 但是有陽光 一定要先去執行 第五個缺點就是混音的部分 像是我們環境音 我覺得我都墊在底下 好像太小聲了 沒有讓觀眾有沉浸的那個空間的感覺 那我們的空間感 我都覺得有點怪怪啦 好像都很平面 沒有立體的感覺 那像是我們聲音材漆的部分 像是我們有對話啊 或者是我們要插一個Foli 或者是我們插環境音進去的話 我們的聲音都沒有Fade in Fade out 所以我們變成每一個段落的聲音 都聽得非常明顯 非常不自然 從會到啊 對啊 真的啊 對不起對不起我來玩了我來玩了 整部片的整體音量 我覺得也沒有調整的非常好 就是有場非常大聲 可能已經很滿了 但是有些場又非常小聲 可能就只有定個環境音 可能附個15dB之類的 就變成有大有小 然後對話也沒有用Compressor 所以聲音就會爆炸大 或是忽然又很小聲 反正這些很多小細節 混淆的部分 需要未來再注意一下 因為我要一半送你玩 送你玩送你玩 欸我會等下出來換一趟 欸路少了一點 我沒有帶另外一張記憶卡 欸這是錄影喔 對啊這是錄影 它不能拍少 第六個缺點就是 我們永遠都要帶備用卡 不能說我們這次可能拍攝 很短的短劇啊 我們就不帶備用卡 備用卡可以讓你 確保不會發生一集簡報 哈哈哈哈哈哈 白癡 再一次再一次 這東西還好啊 沒關係 怎麼會這樣 這東西還好啊 OK 那我們來到優點的部分啦 那我們第一個優點呢 就是我們可以在現場 快速又準確的 做非常非常多的決策 因為我同時身兼這麼多職位 那我們可以顧慮到全方位 每一個人想什麼 我們可以同時執行 好 然後我們就 我就拍一個你那個特色 180 180特色 還有1500特色 這個門 你過了他們就看震頭 好走掉 好 你可以再做側一點 再往左邊側一點 這邊就是那邊我表情 然後拍手 就發瘋了這樣 嘿 走 好快看 哈哈哈哈 超好笑 如果是一個比較大 比較完整的團隊 你就完全沒有辦法像這樣子 現場在那裡決定這麼多事情 你一定要前置作業 大家討論溝通完之後 我們才可以去執行 如果我一個人要處理這麼多職位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累 但是我們處理的效率可以爆炸高 一個高速執行的概念 像我這樣一個人執行 有很多事情是可能比較大的團隊 沒有辦法辦到 像是我們可以導演啊 導戲搭配攝影 或是攝影搭配剪輯 或是混音搭配攝影 反正我們就可以一次考慮 非常多面向 然後我們來看要怎麼樣去搭配 我們減少很多討論的時間 還有做決策的時間 就是不用在那裡溝通 全部我做決定 我們就可以快速去執行 阿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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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用 阿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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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別的 第二個優點呢 就是我們整部片的鏡頭移動 全部都用手持的方式來執行 那像是滑軌啊 或者是穩定器 等等的周邊輔助器材 那就是讓你的影像品質 再高一點點而已 想法還是永遠都比你的器材重要 在不同的拍攝成本與預算 我們要出不同的周邊輔助器材 才能讓我們時間成本降到最低 這是我發現超棒的出器材方式 而不是你有什麼 器材就全部出出去 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在現場收音的時候 我們盡可能去錄製各種不同的素材 要錄音喔 好準備囉 在我們在後製啊 剪輯跟混音的時候 我們才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那至於對話的部分 我只要錄到 我覺得 欸?聲音不錯 我就過了 我們就不用再去錄它的對話了 像是這樣收音跟攝影的搭配 我們就可以決定哪一些畫面 我們需要收音 哪一些畫面不用 可能可以加一個環境音 或是我們後製 佛理神靈之類的 我們就可以省下很多時間 而且可以讓收音去旁邊休息 這樣也不用擔心說 我們拍攝了一個 根本不需要聲音的畫面 然後去 因為 神靈NG 我們在重拍 那這整部片我也加了一些擬音進去 像是我們現場 可能根本收不到的聲音 或是現場 根本不會有這個聲音出現 但是我想要 聲音 點綴這個 感覺跟氛圍的話 我們就用玻璃加進去 像是西面的聲音 然後我們在拍攝室內環境 有插頭的場景 我們還是要帶V掛電池來當備用電源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室內會忽然跳電或停電之類的 那我們有V掛電池 我們就可以確保我們整體的拍攝 還是可以繼續運行下去 像是我們最後一顆鏡頭 因為拍攝太晚了 所以整間學校 全部的電源都被切斷了 那我們有V掛電池 我們就可以確保 我們還有辦法 可以去把最後一顆鏡頭拍攝完畢 而不用再找時間再重拍這個場景 第二個優點就是 行動電源充電站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像是我們手邊有 CAMERA的LP16跟CAMERA的NPF電池充電器 這兩個都超方便 而且非常輕巧 隨身攜帶也沒有負擔 你只要有USB插進去 有行動電源 你就可以隨時充你的電池 像是BMPCC是吃電怪獸 我們的LP16可以隨時充電 我們大概只要帶8顆LP16 我們就可以拍攝一整天的戲 真的是超級厲害 第六個優點就是 我們現場收音有對話的部分 我都給學弟妹去收 因為我們只需要告訴他們 我們BOOM幹要BOOM到哪裡 要把麥克風指向哪裡 要收什麼聲音 他們就可以快速學會去直聲 拿著就好嗎 算是吧 嗯 應該算是 啊這個要幹嘛 然後這個就按一下是預備 它就閃閃閃 那再按一下它就會常亮 然後等於是按STOP 好 應該會 應該是可以 有問題可以告訴我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專注在我們 攝影跟倒戲的部分 那至於收音的GAME值呢 我就直接定在一個值 那我們也不用去動它 因為我們收音機可以一次錄製兩軌 一軌是正常音量 就是GAME值比較高 那另外一軌呢 我們是備用軌 就是GAME值是-10dB 就看你的拍攝環境來決定 你要付多少dB 它是備用軌 所以我們聲音永遠都不會peak 所以還蠻輕鬆的 他們只要學會按錄音停止就OK了 第七個優點呢 就是有一坨學弟妹真的是超讚 因為他們可以同時去執行 很簡單的事情 像是我們要換場啊 我們就可以同時一起 一人拿一個小東西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換場 或是美術道具啊 像是有撒紙 紙亂飛 大家就可以快速撿起所有的美術道具 然後我們再重拍 反正效率就高很多很多 真的是超讚 好咖咖咖 我很怕我要多吃兩口 可是那個什麼時候要咖水 沒有要咖 好期待學長 學長不知道剪出來的時候是呀 可以幫我順便剪個滑雪 可以喔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校園小短劇的 Behind the scenes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Behind the scenes的分享影片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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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n Gun